现在就想进入讲我生产的这样一个过程了 当时我的宝宝 他的预产期其实是双鱼座的最后一个星期 我记得非常清楚 然后我就不是很想要一个双鱼座的宝宝 我就一直在想 会不会推迟一下 结果真的推迟 推迟了整整一周 然后他推迟的那一周 其实我跟医生是约好了 我说如果推迟的第七天还没有生的话 我第七天就会去催产 当然他第七天可能自己听到还是怎么样 当天凌晨他就发作了 新安坡医院是这样的 你开始觉得肚子疼的时候 他们都不会让你直接去医院 他们会让你打电话到妇产科 然后你告诉那个妇产科 你现在疼的状况是怎么样子 多少分钟疼一次 因为公缩我们知道是公缩一阵子 然后隔一阵子 然后再公缩一阵子 而且你两阵公缩之间的时间 是会越来越缩短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所以他会等到你两阵公缩的时间 是大概隔五分钟就疼一次的话 你再到医院去 所以那个时候 我当时就已经自己掐了表 算了已经是隔五分钟了 当时还用了一个APP 还是什么公缩APP我觉得还可以 因为当时那人的脑子都已经混沌了 我的公缩就到达五分钟一次的时候 那个是12点多吧 12点半左右晚上 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们可以准备去医院了 然后我老公居然来了一句 现在完了12点半了 要不免早了再说吧 我就 当时我就催他给医生打了电话 然后医生说 好了你们可以来了 先坐了一个taxi去医院 然后我妈妈跟我婆婆是随后到的 在你准备生之前 你产检的时候 就会有专门的产检的护士 会告诉我 整个生产的过程是怎么样 他也会跟着我走一走 他也会给我看很多图片 他说你当时要是来了以后 下车你就会在这儿 然后你到哪个电梯 上几楼左转还是右转 你就会到这个地方 就是给你一个心理的预防针吧 所以我还觉得还挺好 他们就是这个服务 然后当时会在我生的 应该是8个月还是7个月的时候 我不太记得反正是孕后期 他会过来问你 他就说你住院的时候 你是想住那种typeAB的房 还是想住C或者D 就是他们有不同的房型嘛 然后A和B就是 typeA就是一个人一间房 就是好像酒店一样 然后还可以陪啊 还是什么typeB 好像就是两个人一间房 然后C和D好像是6人间8人间 当时我选了就是想说 哎呀不是又生个小孩吗 一下就回家了 我就选了一个typeC 但是我觉得这是我做过最最最错误的一个决定 因为等一下再跟你讲吧 我觉得大家有条件就尽量选typeA 就是可以陪产的那个 因为当时生了以后真的是心理也很脆弱 身体也很脆弱 就很想让家人在旁边帮忙 然后当时不能陪产的话 家人其实到了晚上就是要走的 然后半夜你如果有个需求啊 还是怎么样啊 想发个身体什么就比较难 真的很难 我觉得大家可以选typeA就选typeA 然后让我们回忆一下当天 然后当天我到了医院以后 我就进去了预产房 预产房的时候医生没有过来看我 都是护士过来检查一下 开了几指 一进去的时候我就开了两指 然后我就跟医生说 我说我要打无痛 然后医生说OK 然后打无痛是在一个frame timeframe里面可以打 就是你太早也打不了 然后开了太多你也打不了 好像是在开五指之前都可以打 所以我当时是两指到五指可以打 所以我进去的时候是开两指 他就给我打了 但是我建议大家其实不要打得太早 我觉得我就是打得太早 以至于我的产程会比较长 当然医院医院大家还是会 必须consult你们自己的医生 对然后我打完无痛以后我就挺爽了 因为正打完打在脊椎上 我就可以正常的躺下来 当时打的过程就是我自己要 攻着背 然后坐在床上 一动不动 然后让医生打一个针进去 然后他会一直连着一个小的管子 就那个管子会一直给他输液 他其实这是一种电解质的液体 隔开了你脊椎这边的一个神经 所以让你感受不到那个疼痛感 所以我打完就挺爽 在那边刷手机干什么 然后就等着医生过来给我检查 开了几指 然后等到医生过来看 然后说还没开 然后就还没破水 然后就说 那就人工破水吧 他就帮我人工破水了 人工破水了以后就等 等到我从早上凌晨1点钟了 就算是 因为我12点去的医院了 我等到下午6点 还没有开到十指 大家知道开到十指 才能够进产房嘛 而且医生来的也不是很频繁 他其实是隔一个小时 或者两个小时才过来看你一次 除非你有非常紧急的状况 然后那个时候不就到晚上了吗 也不能吃东西 一天也没吃东西了 然后我老公就去跟我妈他们吃 晚饭 等到他吃完晚饭回来 他就看到我一个人非常可怜的 躺在那个床上 然后在那边两行清泪 然后他就问我怎么了 我就跟他说 我觉得我的五痛好像没有效果了 因为我开始觉得非常疼 因为当时那个疼 那个公缩的疼 就是会让我讲话也没有力气讲 然后也就是根本就没有力气 去跟别人寻求帮助了 我就一个人默默的在那边忍受那个疼 然后他就帮我叫了医生过来看 医生就说我心跳太低了 不可以加那个无痛的剂量 所以他就会让我试一下左右侧躺 会不会有帮助 当然没有帮助 这个时候他才跟我说 医生才跟我说 他说你的宝宝其实正常的一个胎位 大家知道是头要朝下的 对不对 我宝宝头是朝下的 但其实还有一个 就是他的脸一定要朝着 朝着你的背面 就是对着你屁股那一面 如果他的脸是对着你肚子上方 这样子的话 是不利于他的出来的过程的 所以我的宝宝 其实当时我觉得医院有一点不负责任 就是我刚进去的时候 他应该用B超跟我照一下 当时的那个胎位是怎么样子 当时我进去就没有照 所有的过程都只是来看我开了几指 或者过来跟我人工破水 他也没有看我的胎位是什么样子 虽然知道头是朝下的 因为最后几个产检有做嘛 但是他的脸是朝上的 就是到最后最后最后 医生才哥来说脸是朝上的 这样子不利于他出来 也不利于你开宫口 这又是为什么我等了大概20多个小时 我的宫口都还没有完全打开 所以到开九指的时候 这个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了 还没有开到食指 而且我的无痛也没有效果了 所以我从6点到10点 就经历了4个小时 那种宫缩 没有无痛的效果 虽然我打了 当时就疼到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 就疼到觉得自己已经飘飘欲鲜了 觉得宫缩一来 我整个身体所有所有的organs 都感受的不到了 就只感觉我自己只剩下一个子宫 在那里强烈的痛啊痛啊 然后医生发现无痛没有用嘛 就给我那个笑气让我吸 吸了以后好像听说是会让人很嗨的 其实吸了以后我就是觉得我在天上拉拉拉的飘 但是我还是很痛 我在云端飘 然后我的子宫非常的痛 就这个感觉 到晚上11点的时候 医生就过来说 这个状况不是很好 对宝宝也不好 对产妇也不好 我建议你们去婆妇产 这个时候我就发现 本来只要一个人陪的嘛 当时我就已经有点 精神就有一点恍惚了 我就看 怎么我妈也来了 怎么我婆婆也来了 然后当时还要签字 我已经不确定是不是我自己签的字了 反正就是签完字以后 医生就把我推进那个手术室了 去手术室之前 然后就打了一针麻药 不是全麻 好像我婆婆产是局部麻醉 所以当时我进去的时候 医生还会跟我拿个东西戳我 有没有感觉 有没有感觉 我说有感觉 然后医生说 那再等一下吧 做手术的时候 我整个人就是躺在那 然后我老公就在我旁边 然后医生就把我宝宝捞出来了以后 我老公就跟着我的宝宝和护士去那边测量 宝宝的身高啊 体重啊 清洗啊之类的这种问题了 然后我就一个人躺在那 然后就听到医生在聊天 你知道吗 有时候医生聊天聊太多也不是什么好事 我听到医生说 这个流血好像有点多 然后那个时候就在缝合 然后我心里就想 我不会是要凉了吧 然后躺在那里 我觉得当时心情还挺好笑 我的手术的时候 我还有呕吐的心想 就躺在那里了 躺在那里想呕吐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感觉 就你吐也吐不出来 因为你整个人躺着 然后你也不能动 然后还好有一个非常机灵的护士看到我 然后让我把头侧了一下 要不然的话 我觉得我自己都快被呛死了 后来医生跟我说是麻醉 可能会有一点副作用 就是这个原因 等到我做完手术以后 就会被推到观察室里面 其实我老公说宝宝抱出来 很久很久以后我才被推出来 可能有二三十分钟吧 推到观察室里面以后 就等麻药醒过来 这个时候我的下半身还是没有知觉的嘛 那个护士就会拿一块冰来冰一下我的腿 和我的那个肚子那边 就会问一下有没有感觉 有没有感觉 这样子等到你有感觉以后 才会把你推回病房 然后在等的时候就会突然 有一个人把我的宝宝扒光了 然后啪地放在我的身上 然后让他躺在我的胸上 做一个什么Skin Contact 皮肤上的接触 这对宝宝会比较好 大概15分钟的样子 当时我也很累 我也没有仔细看他长什么样子 11点钟做的手术呢 一直到3点我才被推回病房 然后我就非常非常的后悔 我为什么没有选Type A 因为这样的话我妈或者我老公 就会留下来陪我了 所以我被推回去以后 他们就被baby要离开了 他们要回家 不过其实他们也很累了 一整天陪着我到凌晨3点 他们就回去休息了 然后当天晚上宝宝 就是被放在育婴室的 所以那天晚上其实我还有休息到一点点 然后第二天我在医院的时候就有一丢丢的发烧 然后医生有过来给我检测一下 然后让我觉得非常毫无人性的就是第二天他们就把婴儿放在我身边了 一直到第二天晚上婴儿居然是丢在我身边 你想想一个刚刚活腹产丸的产妇 然后肚子上还有伤疤 不对肚子上还有伤口 然后你的婴儿就丢在你身边了 然后那个医生就说你要喂他 然后护士就跟我说你要喂他 然后我就想我怎么喂啊 我要怎么喂啊 然后第二天下午其实是有医院有派一个哺乳师 或者我们叫他偷乳师 他过来他就简单的跟我讲了一下宝宝要怎么喂 然后你要怎么把他的脸侧着放 还是放在哪一个姿势 然后当时我也挺后悔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多多去问他一些问题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你问他问题是全部都包在里面了的 当然后来我在家毒奶还是怎么样的时候 我发烧了乳腺炎 我再去医院去找那个通乳师的时候 价格还是蛮昂贵的 每一次都要一百多块钱的 第二天晚上我在医院就是非常毫无人性的宝宝丢在我身边这样度过的 然后宝宝一哭 我又没有力气起来看他 而且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哭 所以他每次一哭我就按那个铃 然后让护士过来帮我 我觉得护士小姐姐也是挺累的 摊上我这样的人 第三天早上 医生过来问我 你觉得怎么样啊 我觉得我觉得 我说我觉得很好 然后医生问我你觉得你可以回家了吗 我说我可以回家 我可以回家 我当时就非常想回家 因为我一个人在那儿 我家人又不能过来照顾我 我就感觉我非常想回家 然后医生说好吧 那你就出院吧 然后这样 我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晚上吧 就出来了 我知道在国内可能婆腹肠完了以后 要住一个星期 所以这样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吧 然后在新加坡医院好像没有像国内医院说 要过来按你的肚子这个说法 就不管你是顺肠还是婆腹肠 我跟我朋友都没有经历过按肚子 也没有打很多掉针 你刚刚做完手术有掉一瓶水 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给我打 什么公缩针 什么好像都没有 可能就一两包吧 就是在刚刚做完手术跟隔天早上 然后之后就没有打任何的针 我家的盐网醒了 我们刚刚讲到哪 我们刚刚讲到 刚刚讲到 在医院住院嘛对吧 然后出院的时候 医生会给你止痛片 因为当时不是有火不散的伤口吗 然后医生会告诉你说不会影响胃奶 所以你就按时吃药 我觉得宝妈们该吃药就吃药 不要强忍着 因为自己吃药自己身体舒服 才会有一个好的心情去照顾我的小宝宝 我才会有心情愉悦照顾你的孩子 出院之前 护士就会告诉你的家属 在哪里办出生证啊什么的 所以就非常方便 什么都可以在医院里办好 当然你要给小孩取好名字 才能在医院办出生证 如果你名字还没有想好的话 那你就先回去想 然后想好名字以后 再去专门做出生纸的地方 再去给你的小宝宝做出生证 然后回家以后才是你痛苦开始呢 因为第一喂奶 大家知道 之前我说的 我妈说那个三小时一次嘛 其实喂奶 特别是母乳 需要按需喂养 不要 不要按照书来喂养 要按照需求来喂养 需求来喂养 然后喂奶的姿势 给一个小提示 如果你们觉得哪个地方有毒奶有小硬块的话 你就把baby的那个下巴让他下巴 成的那个硬块对的那个硬块 比如说当时我硬块的这儿在靠近外部 我当时就把我的宝宝其实是像比如说这个是他头这个是他屁股的话 我是让他这样在喝的 所以这样就比较会消除掉那个硬块 宝宝嘴巴的吸力其实是比那个吸奶器要高很多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需要准备的就是吸奶器 我当时买的是Modella这个牌子的双头鞋一定要买双头 一定要买双头的 因为如果你买单头的话你吸一边 另外一边是会low的你知道吗 代娃另外一个就是不要指望任何人 不要指望你妈妈或者婆婆呀 因为他们离代娃真的太久太久了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月嫂和有一个懂事的老公非常的重要 然后小孩儿婴儿会出现的一些现象 看一下我自己写的 可能会出现 因为刚刚的newborn嘛 他就会比较从妈妈肚子里刚出来 他会不适应 他会有惊跳 什么叫惊跳 就是他躺在那 然后突然的这样抽一下 然后就醒了或者就哭了 这样一个反应都是正常的 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你拿一个手套 他需要妈妈在旁边拍嘛 你拿一个手套里面装米或者装什么 然后搭在他肚子上搭在他胸口 这样会让他非常有安全感 然后小心宝宝的口鼻一定不要捂到了 因为那个时候的宝宝非常的柔软 他自己还没有翻身的能力 所以如果有一些很软的被子还是什么裹到他了 他可能会有危险 小baby最好让他睡在自己的baby的床上 如果跟你们睡一个床的话 可能你们翻身会被他压到啊 或者你们大人的被子不小心污到他也非常的危险 然后小宝宝的脖子很软 大家都知道 所以当时我娃儿回家的时候 我们全家人都不敢给他洗澡 只有我老公就拖着他去给他洗澡 因为他脖子真的太软了 非常可怕 然后当时我的娃儿他出生的时候 他的脐带是用一个像那个宜家那种夹零食的夹子夹住的 是自己会掉的 也没有脐带护理液什么这种都不需要 这种虽然我也很想买 因为当时不知道嘛 看代产包觉得很多东西要买 其实根本不用买 就是脐带会自己自然脱落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 医生会指导你会怎么做啊之类的 然后宝宝的肺子粉不用买 因为肺子粉对宝宝的呼吸系统不是很好 而且即使是在那么热的新加坡 我也没有给他用肺子粉 他也没有长肺子 然后洗澡 刚刚生出来的小宝宝用清水洗澡就行了 即使是在新加坡很热的天气 他也没有说长肺子啊 还是哪里红红的什么的 我们开始给他用沐浴露 婴儿沐浴露可能是在他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吧 然后玩具不需要 不需要给他准备玩具 那个时候他的视觉都还没有发展好 他根本就看不清他一米以外的东西 所以说慢慢来等到他一两个月 可能可以开始给他的小床上加一些那种吊着的 那种叮叮当当的东西啊 但是在那之前真的不需要 我的痛苦的来源来自于以下 比如说通奶 刚刚开始要喂他的时候 那个炸奶非常非常的快 一两个小时以后你就会觉得你的像石头一样了 然后当时我记得我是出去得办个什么证吧 然后那个时候还在月子里面 然后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胸子已经要炸了那种非常非常疼 如果你不及时挤出来的话就会演变成下一个痛苦的来源 就是乳腺炎 这个非常非常的非常的痛苦 有一次我真的堵得很严重 我就去医院让那个痛苦师帮我看嘛 然后他有试着帮我通一下就是比较科学的方法 刺激那个自然的奶症 然后当时就没办法 然后整个人就痛到觉得自己的胸都不是自己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非常需要一个洗奶器 然后他会把你小孩没喝完 宝宝自己没喝完的剩下来的奶全部都排出来 你排出来以后你可以把它冰起来 放到除奶袋里面 然后放到冰柜里面 以后你奶少了的时候就可以给宝宝拿出来喝 而且另外一个就是你晚上睡觉 可能你晚上睡得比你要久一点点到了三个小时 或者到你奶胀的时候 他还没有醒来要喝的话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就是要么就把它弄起来喝 或者要么就用吸奶器把它吸出来 就是一定不要让你的胸部出现太久的胀奶的情况 不然就会演变成乳腺炎 我还有朋友乳腺炎严重到要去医院住院打掉针的那种 是真的很严重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化浓 那个就很可怕了 另外一个痛苦的来源就是我之前说的 就是宝宝喝的时候你的乳头可能会有菌裂 那个真的很痛很痛很痛 所以乳头霜一定要家中常备 其实那个乳头霜后来我还有一个用处 就是我小孩有一段时间回国 他吹了风 然后这边就会长一些轰轰的小疹子 然后就很痛 他说又痛又痒 那个时候我会晚上趁他睡觉的时候 厚厚的给他这里涂一层 然后第二天就真的好很多 就基本痊愈的那种感觉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心情上的疏导啦 因为你坐月子的时候真的哪儿都去不了 然后整天就是休息吃饭喂奶 休息吃饭喂奶 然后真的那个时候我记得一点点事情就可以导致你很想大哭 这个时候我觉得就不用憋自己的情绪 然后想哭就哭 然后想休息就休息 想去看电视就看电视 不要过度用眼就行了 也不用那么的严格的把产妇的手机电视都收走 然后说一下我的月子餐吧 因为我请了一个月嫂 所以我月嫂有给我做月子餐 肉汤不是必要的 因为当时你身体自己会自然产生奶 所以不管你喝不喝肉汤或者你喝水 或者你喝肥太汤你都会有奶 没有一定要喝肉汤 而且肉汤喝多了其实是会造成毒奶 当时我的月嫂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给我煮红枣桂圆红枣茶 真的是非常感谢她 我觉得喝起来心情也非常的愉悦 因为毕竟是甜的 她没有给糖她就给了很多红枣 所以当时我家的红枣是成金成金的往家买 当时我是半个月去洗澡洗头的 但其实没有那个必要 就是不要让自己太着凉就行了 没有一定要说整个月不洗澡啊什么的 而且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喂奶嘛 当时奶没有来不要着急 给你自己一周到两周的时间 我当时也有一点着急 而且我的月嫂还说了 就是我当时是产妇真的很容易玻璃心 我当时月嫂就很不经意的说了一个 没有奶没有奶就喝奶粉嘛 然后我就觉得超级委屈 然后就觉得我的娃怎么这么可怜 然后当时就自己默默在那边哭 哎其实就还好 现在想想就还好 但真的就是因为产妇的心灵太脆弱 你要有多的奶水啊 你要多休息 这个真的是经验之谈 每次我睡很多起来 就很多奶 然后如果没有睡好啊 被它炒了很多次啊 就基本上就不行了 特别是后来我开始上班以后 就那个奶就直线下降 产量越来越少 营养要均衡 记得吃钙片 因为你要喂奶 奶里没有钙 如果你没有吃钙片的话 就会骨质疏松 骨质疏松 我们来讲一讲生完以后的产检 我生完以后有回去做产检 大概是在月子内就有去做过一次 那个时候医院会强制性的做一个pep smear 就是宫颈抹片检查 就要检查宫颈癌的那个几率 当时那个检查报告 大概会一个月以内 直接寄信到我家告诉我 然后那个时候去做产检的时候 医生有非常非常严肃的强调 一定要避孕 因为你的身体刚刚经过生长 不能够那么的 就是像气球一样 不能够再次被吹起来嘛 对吧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自己 生完以后那个漏尿的状态 还有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可能持续半年吧 这样子 然后慢慢就会好 你自己可以做一下肌肉训练 就是然后我闺蜜跟我说 让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严肃的叮嘱 就是一定要喂奶或者怀孕 还是怎么时候 一定要记得戴bra 一定要穿内衣 要不然的话就真的是 好像都穿好了吗 水袋一样 穿好了吗 有点惨 因为喂完奶以后 胸部真的会下垂很严重 所以 因为我很小嘛 就一个荷包蛋就在那嘛 你再怎么垂也不会垂到哪去 不过 如果是很大的话 那垂起来就比较可观了 对不对 所以就而且自己身体的变化不好看啊 很影响自己的情绪的 特别是有了小孩以后 情绪简直是当你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 事事都会不顺心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一个开心的情绪 我们有了小孩以后 嗯 有了他 有了这个小宝贝以后 就寄来 这个安芝麻 你看他已经在旁边闹起来了 然后大家就尽量的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然后 如果你们还有其他的问题 也可以欢迎你们在评论区留言给我 然后他已经开始在动物的电脑啦 其实我还准备有说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 怎么养小宝宝 什么时候开始吃辅食之类的这种东西 我家小孩发烧啊 还有什么这种状况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告诉我 可以再做下一期的视频 那我觉得这个视频 我刀刀刀已经刀好久 已经时间太长了 好了 那谢谢大家的观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